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早晨,我买好早饭回到病床上 老公孙友志半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说 兰真,刚护士说咱欲交的钱没剩多少了 让赶紧续上,不然药都领不出来 我赶忙从包里取出银行卡 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外走去 唉,一出病房门,我深深地塌了一口气 刚住院时交了两万元的押金 才几天功夫就花没影了 医院可真是个吃钱的机器 我不由得窜紧了手里的卡 里面是我的全部家当 也就两万来块钱 今天续上两万,剩下的也就刚够 一家四口,各把月的吃喝 那孙友志后续的医疗费怎么办呢 想着想着,我的眉头越锁越紧 心头好像掉着一个铅块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看来,我不得不喝孙友志再谈一谈 让他妹妹孙友林赶紧还钱 我交完费,返回病房 让孙友志看卡里的余额 他扫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只是阴郁地闭上了眼睛 老公,咱家的钱现在就这么点了 你也知道,这次治疗结束后 休息四周还得来,就这么点时间 我就是再不眠不休的症,也症不够 连个孩子的补习费也还没有着落 所以,你还是再和你妹妹友灵说下 让她把那三十万还给你 如果全部还完有困难 那就先还个十万八万的好解燃眉之急 我的语气近乎哀求 孙友志睁开眼睛,思索了一会儿开口道 兰真,友灵家的难处你不是不知道 我就这么一个妹妹,我不好逼她这么紧 那你说,这医药费怎么办,我是真没辙了 我强压着心里的气 我其实这两天也在合计这事呢 要不我们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吧 搬回小房子住 这样我的医药费肯定够了 俩闺女念大学的费用也不必发愁 你觉得呢 孙友志握住了我的手 什么,卖房 你为什么不让孙友灵卖她的房 我的心猛然一紧 松开孙友志的手 孙友志却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说自己妹妹就那一套房子 如果卖掉,一大家子就无价可归了 这样的事情,她若是狠心坐下 实在没脸去见地下的父母 我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 盯着孙友志的眼睛说 如果你非要卖房 那就把小房子卖了 家里是四口人 而小房子只有两室一厅 你女儿孙萌 又不愿意跟田田住一屋 难道让田田继续睡阳台 兰真 我前妻去世时千叮尼万嘱咐 让我一定把那房子留给孙萌 我怎么能食言呢 房子再小也挤不死人 我跟孙萌好好说说 让她跟田田住一屋 再说两个孩子都大了 平时都住校 以后念大学参加工作都在外边 还空出一间房呢 孙友志继续苦口婆心地劝我 孙友志 我跟你结婚十年了吧 我对你和孙萌如何 你自己心里是清楚的 可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呢 明明自己有钱 不肯去找孙友灵要回来 明明有套闲置的老婆想不卖 非要卖我千辛万苦挣来的三居士 我真的不明白 你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 我的眼泪忍不住夺况而出 你怎么能说我欺负你呢 我是在全盘考虑 那小房子卖不了几个钱 估计也就够看我病 那俩女儿读书怎么办 孙友志振振有词 难道借给你妹妹的钱 这辈子就不要了 她若是想办法还我 还能不够 我质问道 这 没说不要她还 只是 孙友志结巴了起来 孙友志 要卖房你就卖小房子 想卖大房子 我绝不同意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语气前所未有的强硬 这时同病红的大爷散步回来 似乎想补个叫 我不想吵到人家 便拿起包就离开了 我来到住院部后面的花园里 默默坐在石凳上 仰望天空 恨不能大声喊出来 老天爷 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痛快地活两天 十一年前 我和家暴成性的前夫离婚后 带了六岁的女儿田田 投奔定居在省城的表姨 表姨是一所大学认刷厂的副厂长 她让我在厂里干的装丁 还找了间宿舍让我们母女俩住 为了给田田更好的生活 我自学了排版和画图的手艺 转为了排版工 工资高了不少 表姨还帮我联系了一些兼职 每当看到我存折上的数字越变越大时 我对未来就充满了希望 来省城生活两年后 一个同时好心把孙友志介绍给我 孙友志是本地人 已开出租谋生 前妻在两年前因病去世了 她的女儿孙萌比田田大一岁 接触下来我发现 孙友志还算忠厚老师 加上孩子们也不反对 没多久便与她组成了一家人 婚后的小日子总体来说不错 但美容不足的是 孙友志的房子是个两室一厅 孙媛又不愿意和田田住一个屋 所以田田只好屈居阳台 我对田田能不心怀愧疚 曾试着问孙友志 有没有换个大房子的打算 她说前妻生病花了不少 现在又要养两个孩子 着实紧张 我知道这件事情并没有勉强她 转眼五年的时光过去了 田田也上了初中 我实在不忍 她换件衣服还要去厕所 便又和孙友志提了买房的事情 孙友志这次倒没有拒绝 而是先问我能拿出多少 我没有多想实话告诉她 继续加上父母的支持能有三十万 孙友志听爸说道 我这儿也有个三十万 全款买个二手的小三室应该够了 我不想背贷款 很快房子就买下了 房产证上是我俩的名字 搬家的那一天 我是前所未有的高兴 我总算实现了在这座城市 拥有房子的梦想 和田田也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买房掏空了我和孙友志的积蓄 为了两个女儿的学费 嫁妆 我俩拼了命的继续挣 孙友志除了开出租 还在朋友的店里帮忙洗车 熬得越来越瘦 还时常咳嗽 我拉她上医院检查 她死活不肯去 说是抽烟太多的缘故 日子就这样忙忙碌碌的过去了 彼时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 一场危机即将降临 半年前的一个周末 我们一家人正围在一起 热热闹闹的吃火锅 突然三个壮汉敲门来说 要找孙友志 孙友志一见来人 神情立马紧张起来 结结巴巴的对领头的说 熊哥 咱去外面说吧 然而这位熊哥 摆了摆手说 孙友志就在这里说 你妹到现在还差三十万没有还 而且人影都找不着 你说怎么办 难道是孙友志借了高利贷 找到我们家 我感觉不大妙 赶紧让两个孩子回卧室 不要出来 带我回到客厅时 只见孙友志在哀求熊哥 让他住宽线几天 我受不了孙友志 这第三下四的模样 便对熊哥说 俗话说 冤有头债有主 这钱是孙友灵欠下的 为啥上我家来要 孙友志立刻打断我的话说 你管孩子去 别吵啊 熊哥却理直气壮地说 你家孙友志把房子抵押给我 帮孙友灵借的钱 你说 我有没有资格找孙友志 什么 抵押房子 抵押的哪套房子 我既疑惑又担心 双眼死死地盯着孙友志 孙友志根本不敢看我 他哀求着熊哥 说一定尽快将钱还上 我就信你一次 如果你不还 我就来收房子啊 看着还不错 相信不愁卖 熊哥一边说着 一边将客厅仔细打量了一番 天啊 难不成孙友志 抵押的是这套三世 他怎么能背着我干这事 我气得是七窍生烟 带熊哥他们一走 我强压怒火 让孙友志给我一个解释 孙友志陪着笑脸 连声道歉 原来孙友灵做生意 急需资金周转 向孙友志求助 孙友志手头呢 也没有那么多 只好托朋友找熊哥借 熊哥要抵押物 而孙友灵的房呢 是按揭买的抵不成 孙友志 邦妹心切 便背着我将房产证抵押出去 此刻的我真的 可以用可怒不可恶来形容 孙友志 邦妹妹我能理解 可抵押房子这么大的事情 怎能不同我商量就自作主张 况且 他怎么不抵押他自己的那套 两室小房 从来没和孙友志红过脸的我 忍不住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孙友志知道自己理亏 只是低着头 大气都不敢出 我哭闹着 闹够厚 问他这事该怎么办 总不能真的让人把房子收了 孙友志痛苦地用手抓了抓头发说 只能我们先想法 把钱给凑上 然后找永灵给个交代 你放心 我了解刘友灵的为人 不会不认账 保住房子要紧 我只能听从孙友志的安排 我和孙友志凑了15万 还找表姨借了15万 才把高利贷的钱还清 孙友灵得知债还清后 才敢上我家门 哭着说完谢谢和对不起后 又说了一大堆自己有多困难 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要他明说什么时候能还钱 孙友灵怯生生地说 说了不知道三个字 孙友志赶紧拉我到一旁说 老婆 你就别逼他了 他也不想这样的 我们给他点时间吧 我把他的手使劲一甩说 我给他时间 可咱欠表姨的钱怎么办 你逼也逼不出啊 只能让他好好去挣了 还好表姨是自己人会体谅我们的 孙友志又走过来 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啊嫂子 请相信我 我发誓一定尽快把钱还上 孙友灵也哀求道 我忍住怒火 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兄妹俩 咬了咬牙说 友灵 你给我打个借条 亲兄弟明算账 我也好安心 孙友灵似乎不大情愿 他看了看孙友志 最终还是按我的要求写下了借条 虽然我不担心孙友灵会赖账 但是欠下的15万 始终是压在我心头的一个大石头 也许是老天也可怜我 我无意间买了张彩票 中了奖 还清表姨的钱 之后呢 还有一点结语 可刚倾诉没几天 孙友志口吐鲜血 倒下了 医院查出孙友志是肺癌晚期 只能试着用化疗的方式来控制 我就像个过路的财神 中奖的钱如流水一般花了出去 说不心疼是假的 但孙友志是我的丈夫 是他在这个冷漠的都市里 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所以我豁出去了 只要医生说治 那我砸过麦田 也要坚持给他治 为了医疗费能快一点 我在孙友志确诊后 就和他商量找孙友灵要钱 哪怕他去找谁借一部分 可孙友灵只会哭穷 我想上门去要 孙友志又心疼妹妹 求我等 实在没钱了再说 眼看就要山穷水尽了 谁知孙友志不仅不肯找孙友灵 还提出把我好不容易 住上的房子卖掉 这让我实在无法接受 孙友志为他的女儿着想 那我也不免有私心呢 如果把三世房卖掉 那钱东花西花 肯定是连个响声都没有 而小房子产权是孙萌的 如若孙友志有个好歹 我和田田以后 能不能有个立足之地 都是个问题 我不得不捂住 快要跳出胸膛的心 告诉自己 这次绝对不能让步 打定注意后 我回到了病房 竟然看到孙友灵坐在病床前 我正欲问要钱的事 她却抢先抹了眼泪 孙友灵递给了我一个信封说 嫂子 这是我好不容易凑来的一万元 你先拿着 我知道是我不好 占用了哥哥的救命钱 我也尽力在想办法 可暂时还没有想到 我刚听哥哥说想卖房子 你好像不大愿意 我求你救救他吧 等我以后把钱凑够了 还你 你就可以买回来了 不是吗 你既然这么在乎你哥 那你何不卖了你的房子 我冷冷地问 嫂子 我那房子是学区房 如果卖了 我儿子读书就成问题 咱大人不能苦了孩子不是 孙友灵居然脸不红 心不跳地这样说 我这是没见过如此厚颜的人 想好好怼回去时 医生过来说 孙友智需要付卡个CT 我值得 活活地 把已到嘴边的话 给咽了回去 走到半路上时 我突然想起了忘记带上次的片子 便让孙友灵陪着孙友智先去排队 当我转身回到病房时 同屋的大爷叫住了我 他吞吞吐吐地说 姑娘啊 那房子你真的不能卖 咱并不认识 我本不该多岁 可我见你岁数啊 跟我远家的女儿差不多 都是可怜人 所以斗胆说这些 莫非大爷听见 孙友智兄妹俩说了些什么 我立即来到大爷的床边 向他为了个究竟 大爷承认 孙友智与孙友灵 方才以为他睡着了 便说了一些 并不想让外人听见的话 大爷与孙友智同住了好些天 亲眼见到我是如何不危不至的 去照顾孙友智的 便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听完大爷的讲述 我真恨不得冲去CT室那里 把孙友智他们臭骂一顿 但我暂时不想撕破脸 于是忍了又忍 做完CT后 孙友灵拍拍屁股离开了 我则扶着孙友智回到病房 他再一次向我提出卖房 我也要投说 我还是那句话 你实在要卖就卖小的 三世永远有孙蒙的一份 没有人会抢他的 孙友智立马拉下脸来 你咋油盐不尽呢 我都给你分析了 卖小的起不了啥作用 这事你别管了 我已经和友灵说了 让他帮忙找返场尊介 你怎么总深思做主张 上次抵押房子这样 这次卖房子又这样 你根本就没有尊重过我 算了 如果你坚持要卖房子 那我们就离婚吧 离婚 我现在这样 你居然提离婚 真是夫妻本事 统领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好 离婚就离婚 孙友智居然倒打一耙 我颤抖着声音说 行 卖房子 一人一半 你妹孙友灵欠的那三十万 如果要回来了 也一人一半 你现在让你妹妹来伺候吧 我要回去收拾行李了 我拿上自己的包 毫不犹豫地离去了 转身的那一刹那 泪流满面 我哭 我真心以对的丈夫 给我布了好大的一个局 其实早在半年前 孙友智就查出了癌症 他清楚自己的人生 已是倒计时 便没有声张 而是忙着为孙萌的将来打算 孙友智想为孙萌多留点钱 而他手边唯一能变现的 就是那套三世的房子 如果现在卖了换钱 那么可以为孙萌 留下二分之一的房贷 如果不卖 那孙萌以后 只能拿到他那一半的三分之一 孙友智也考虑过利益与主 把自己应得的部分 全留给孙萌 可又担心 我介意 以后不会给孙萌好果子吃 而且手头没有足够的献钱 他甚至害怕 我连大学都不让孙萌念 总而言之 孙友智就是不相信 我在他走之后 能继续善待孙萌 既然选择不相信 那么心自然也就狠起来了 孙友智知道 我肯定不愿意卖掉房子 于是找到孙友灵和几个朋友 演了那场高利贷催债的戏 先从我这里弄到了二十万 好歹孙萌念高中大学的钱是够了 至于我如何还表姨的钱 她压根不担心 因为我的吃苦耐劳 注定这不会是难事 至于我的田田有没有钱 念大学 她也完全不在乎 孙友智更把这些钱 视为结婚以来 她对我和田田付出的回报 所以心安理得 卖房的念头 她也并未放弃 孙友智清楚地 知道她得病的事情 我迟早是会知道的 便盘算着住院时 借筹措医疗费卖房 房子卖掉后就拒绝治疗 随后把房款一分为二 如果我以离婚相逼 她也不害怕 孙萌已经这么大了 钱才是王道 孙友智就是没有算到 我会逼着孙友灵写下欠条 她之前曾悄悄地翻箱倒柜找过 但没有找到 她现在的计划是 卖掉房后 让孙友灵假意还钱 哄着我拿出借条 然后她抢过借条 吞进肚子里 我总不能活活 拨开了她的肚子来找 孙友智的计划是很周全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 老天爷可怜我 让我窒息了一切 我是真不知道该如何 来评判孙友智的行为 说的坏 但出发点全是对女儿的爱 可是再爱女儿 总不能建立在 最无辜妻子的算计上吧 这十年我对她和孙萌的付出 真是为了狗 孙友灵得知 我和她哥闹崩后 不忍孙友智身边 有没有贴心人照顾 也不愿意孙萌 没有我这个妈 主动找到我输出了一切 祈求我原谅她哥哥 我拒绝了 我忍得了穷 忍得了苦 便就是忍不了欺骗和算计 房子卖掉 财产分利所后 我和她去办了离婚手续 按揭卖了个小小的二手房 和田田重启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人生路还很长 但我坚决不会再触碰灰了 安安稳稳的守护女儿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明清楚了 深厚 内容 我们明镜